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到今天 大多中国人仍然熟悉文艺多的诗作《妻子之歌》 这首诗发表于1925年7月 当时诗人刚回国即看见了武萨彩恩的血迹 他当即拿出了这首在美国写成的爱国诗篇 诗人宣称这是自己所信仰的国家主义的呼声 国家主义其实就是权盗我有个国家 我要用国家的形式来团结国内的不同的党派人民 一起来反对立国主义 我们从古道今强盗的是军 中军就是爱国 把这个国放在军的后面 在军阀格局的时候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土皇帝 都通过自己的军阀法 就没有一个一直对外的力量 也没有国家了 所以国家是一片散张 1924年 一批追求建立团结强盛的祖国 希望民族振兴的刘美学生 在芝加哥成立了奉行国家主义的大江会 文一多 罗隆基 梁石秋等人是大江会的发起人 他们的宗旨就是对内实行改造 对外反对列强侵略 首先是国内的人要团结 我们这里面有一些人是卖国的 有的人投靠的是日本 有的人投靠的是英美 有人投靠苏联 这些东西都不是国家主义 所以这都是我的反对之力 所以文一多主张中国的事 要中国人自己团结起来办 他们开宗名义 大江的国家主义 乃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 中华经济的自由角色 及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 毫无疑问 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 在海外的中国年轻读书人描绘的乌托邦 但1925年回国后 文一多依然抱有国家主义的热忱 多次参加国家主义信徒在北大的集会 但那时的北大是共产主义的堡垒 他告诉有人当时的情景 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岸相骂 如两军对垒 1926年 大江会被国民党取缔 从1925年夏季回国 文一多先后辗转于北平 武汉 青岛等大学任教 七年变换了七次工作 他激进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而李之年还未到 他却给自己刻一枚壮不如人的引章 诗人的激情 这是转化成苦毒 其力绵长而深沉 直到他死在枪口下 1930年 文一多应聘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 一年不到 918事变爆发 全国的青年请愿与抗议事为此其敌赋 但当年在五四之夜愤然手术满江红 在校园街头积极呼嚎的文一多 这时却反对学生罢课 还支持校方开除学院积极分子 学生则将矛头对准文一多 发表了曲文宣言 他认为学生行动这种方式 不要这么极端的方式 他就反对学生们到南京去游行 反对学生们去卧轨 1932年 昔日的诗人回到了清华园 从1922年前赴美留学 已是十年过去 用文一多自己的话说 向外发展的路走不通 就不能不转向内走 文一多成了静坐书斋的学者 他顿入小楼 从唐诗开始研究 上述诗经 处词 周易 庄子 乃至远古神话传说和古文字的探究 他比较多的实际上是 把西方的诗学解读的方式 社会学的研究文学的方式 引到唐诗之中去 他讲张若旭的春江花月夜 用了一系列的比喻 其中有一句话在唐诗评价上面非常著名 就是在这首诗中表现出了 总绝的宇宙意识 这个方便表述了 都是可以讲的话 是体现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他当时就是应用了福利德的精神分析法 我们叫文化人类学来重新解释诗经里面的一些诗的本意 不是过去被精化了 精学化的一种都市 而是反映了当时上古人民的一种社会生活 民间生活 他用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 他就可以解释一批问题 三十年代清华中文系的学子 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位先生 穿着长衫 架着银边的眼镜 耸着浓厚的黑发 抱着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 昂然走进教室 文艺多如有先锋道鼓一般 随后 这位先生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缓缓道来 痛饮酒熟读离骚 方得为真名事 这是他讲课的开场白 常常从黄昏直到月亮出生 在烟雾笼罩的灯光下 学生们和这位先生一起沉浸在中国古典神话与世歌的奇妙意境里 他的薪水大概是相当高的 三百四十多块钱一个月 房子是十好几间的一个别墅式的那么一种一个房子 服务人员是四个 两个保姆 一个炊事员 一个文书帮助超学 我们这个家庭可以说我父亲四十多年中间最生活最好的那 最富裕的角度 十年清华园的求学生涯 文一多是读着杜甫屈原度过闲暇时光的 三载刘美 他常常向家人和朋友写信述说 读着老杜的快乐 1946年5月 他被枪杀前最后一次给学生提词 信手拈来的也是屈原的句子 常太息一眼涕息 哀民生之多间 他读诗 读的是诗中的生命 文一多的唐诗研究比别人高的地方就在于 他很好地来体会这个诗人的 他的生命道路 他为什么这样来写诗 这诗里面表达怎么样的情绪 今天学术界评价 文一多的关于诗的研究 是为后人在很长的时期内指示了方向 引导了浅路 这是大师的这个法治 这是学术上的地位 他对于中国文化 中国的典籍 对于唐诗的全面系统的研究 提出他完整的见解 这个对于前人是一个总结 对于后人是一系列的启迪 但事实上 文一多的百年文章并没有完成 他留下了遗憾 此时的文一多 尚对当局很有些信赖 西安事变发生时 以不谈政治的他暴怒地走上讲台 痛斥张扬二人的行为是祸害国家的叛乱 他说 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 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 中国也要再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 认为这只能有利于日本人对中国的风化 所以反对西安事变 正因为反对西安事变 所以才对共产党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对共产党产生好感 共产党还能这样做 那真是民族利益为重 回到母校的文一多 一方书桌 三尺讲台 小楼庭院 妻儿围绕 文一多对朋友说 人世间最美妙的音乐 莫过于夜蓝人静 微闻七世儿女 从踏上传来的 平云的一波一波的憨声 那时节 我真领略到 上帝在天 世上一片凝密安详的一天 那段生活是我们最好的事 房间有两片草坪 而这个草坪 靠这个 它的书房窗户 那个地方 种了一种 竹子 他很喜欢这个竹子 在书桌上写完了 搞得很累了的时候 然后就出来在草地上 走一走 到那个竹子那儿 看一看 把那叶子摘一摘 草地当间放了两瓶的金鱼缸 金鱼 很潇洒的锅 那个时候他是很愉快的 日本全面侵华的战火摧毁了这一切 文一多一家开始流亡 妻子高孝珍先带着两个儿子回湖北老家 不久 养尊储幽的文一多 又带着另外三个年幼的孩子 辗转在拥挤不堪 臭气冲天的车厢和船舱里 我父亲带着三个小的 又要买票 我还要路上给他们吃 买吃的 非常狼狈 上车了之后 也是挤他上去 座位都没有 从窗户里头 把人往里 孩子们都从窗户塞进去 在离开北京的前门车站上 他遇见了藏客家 学生问道 文先生 您满屋子的那些书呢 文一多答 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 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掉 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 全部的财产都留下了 后来到了昆明之后 以后不是很困难吗 大家 那是普遍的 大家都是一样 教授都很普遍 但是第一 我们家人口多 第二呢 人家的主妇 是一块走的 知道该 金银细软 该带都带走了 这个他没有 所以比别人 就更加一层困难一层 逃难到武汉 武汉是老家 他与妻子会合了 我木槿就坚决要求他 就这个事 说日本飞机在天上炸 人家家里都一家人在一起 你一个人好 那跑了 把这么大一个家都丢给我 孩子们五六个 出一点事我怎么办 就为这个事 两个人闹别 温一多对妻子说 这里清华 北大 南开 三个大学的教职员 不下数百人 谁不抛开妻子 跟着学校跑 后来 三所大学 又南迁长沙 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温一多也到了长沙 当学校再一次转移 温一多是徒步走到昆明的六教授之一 这也是为了省下钱 做妻子儿女继续南下的盘缠 所以那天呢 我父亲要走了 所以这一走就是到昆明去 三四圈里之外的那种地方去 什么时候再见面 现在谁说不上 1938年农历新年的浅夜 在他人生最美妙的音乐 妻子儿女的憨声中 温一多与家人告别 告个别嘛 你结果跟我母亲说 我母亲不理她 我头一扭 我朝你不理她 没办法 就跟孩子们 心里想的时候 我跟孩子也得告个别嘛 就叫醒 老大都睡得迷迷糊糊的 叫醒 说我要走了啊 然后叫老二 说叫到老三的时候 他的声音哽咽的 这难受的 叫不下去了 这次长途跋涉的队伍 被叫做乡前编旅行团 旅行团除了六教授 还有三百多位大学生 六十八天的徒步 走了大约一千七百公里 他读到了真实的中国 他曾经赞美了中国的山川 中国的风物 中国的人 这时已不再是美好的想象 和纸上的诗句 万一多变了 他脱胎换骨地变了 他真正住到农民家了 说我跟这个鸡和猪同住 那就确实的 因为走的那路 正是中国最贫困地区 云归高原那一带 都是少数民族地区 也是最贫困最落后的一句 所以给他一次 真正接近人民群众生活的 这个机会 翻过高山 走过大河 一群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的书生 看见了与世隔绝 被阴素花包围的乡村 还有累遭冰灾匪患 旱灾瘟疫 鸡同废墟的城镇 也写下了世界教育史上 精彩的篇章 从此 他们深入民间 亲身接触各地的风土民情 亲眼看见各地的民生疾苦 亲手采集各处的科学标本 他们都晒得黑光光的 腿肚走粗了 脚皮磨厚了 同时人生的经验增加了 吃苦的本领 家大了 精神也更饱满了 就这样的 他们步入了历史的新叶 从北平南下逃难时 温一多丢下了全部家当 所以当历经千辛万苦 全家八口又团聚在昆明的时候 温家也到了接不开锅的时候 饭桌上有了一块豆腐 那就是很好的菜了 所以我父亲说 把那豆腐加了之后给我们吃 这个是白肉啊 这上头这个营养很大的 你们吃吧 他有时候就是一个红辣椒 给火上烤一烤 蘸一点盐 就拌饭吃 他就悄悄地把自己的那个 一件从北京穿去的一个狐皮大衣 悄悄地拿到那个拍卖行去卖去 结果呢 他大衣拿出去卖以后 他自己冻病了 我母亲就特别难受 吴晗回忆温家的生活说 八年抗战 薪水的96%被蒸发去了 一家八口无法过日子 两夫妇捉襟见肘 儿女提及豪瀚 住得从有卫生设备的洋房毒院 到荒村茅舍 吃得从八小六小降为一碗豆腐渣 生活的穷困到了极度 从象牙之塔一年碾到十字街头 国立西南联大的一个教授 只能靠举债 典当 在中学兼课 日夜写作来维持一家的温饱 但文艺多说 这样度着国难的日子 与良心甚安 那时朱自清与文艺多同在中文系 还同住一个院落 朱自清知道他印章课得好 就建议他置印 挣点钱补贴家用 还把藏了多年的印油送给文艺多 不到两年时间 十三年代大概到十六年代 也就是不到两年时间刻图章 五百多方 那差不多平均每天一方 他刻的时间长了之后 他看着我这个手都磨起了很大的酱子 所以我母亲看着很心疼 就说这样吧 你把刀拿来 我给你上头缠一点毛线 他磨手就磨得好一点 有时候我都睡觉一醒 你看还在那儿可能 听那个声音 他刻的那个石头的嘎嘎的声音 而且天夜冷 在他配一个家袍 那公之妖在那刻的那个形象 我真的记忆 记忆的心可以说是 追念文艺多 吴晗这样会以他挂牌置印的情景 你为了生活 学刻图章 成天在刻 通夜在刻 刻的右手中指起了老大 刻的手发抖 写字都不方便 为了一生两生米 为了明天的菜前 你常说你是手工业者 刻第一个牙张的时候 飞了一整天 右手食指被磨烂 几次灰心绝望 还是咬着牙干下去 你说这话时 隔了两年了 还喊着泪 在西南联大铁皮顶土坯墙的教室里 文艺多开设了诗经 储词 庄词等石门课程 甚至他的孩子也成了他唐诗课的学生 文艺多异常高兴 说这是诗画家庭 他在半靠在床上 他给我们讲堂诗 好多这个诗吧 我们都是那个时候学的 就是长恒歌呀 什么琵琶行啊 春江花月夜什么的 冰车行啊 什么等等吧 这些吧 好多 都是那个时候学的 他讲那个月月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升 月月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讲的时候呢 正好那月亮照到屋子里头 天是这个 天空是幽蓝的 月亮的挺明亮的 文艺多这样写道 我相信自己的生命 是从战争之后开始的 也就是从四十岁开始的 但如果生命从四十岁开始 他对生命真实的体验 就太短暂了 因为这时去 1946年7月15日 七年都不到 那天 杀死他的枪声响 文艺多遇难两天后 朱自清沉痛地告诉社会公众 他要的是热情 是力量 是火一样的生命 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常跟我们说要活到八十岁 现在还不满四十八岁 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 有个学生曾沾仰他的遗体 见他变身血迹 双手抱头 全身静卵 爱 他是不甘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